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以赛亚书第25章 古提示成就他古时所定 由秀军牧师撰稿 以赛亚书13到23章讲述了列国的审判 强调神在列国的主权 在24到27章中 审判的范围扩张到全地以及全地的复兴 强调了神在全地的主权 此段落也被称为以赛亚书的启示录 预言末世的大灾难 以及之后的千禧年与新天地 您知道吗 我们的神在古时已经定下了万物的结局 神可不是一个定时炸弹 谁一不小心踩到地雷就当场毕命 神也不是一个善变的神 肃乎心情起伏不定难以揣摩 其实神对万民的全盘计划 早在古时就已经安排好 而且神也借着众先知 不断地向人启示他的心意 当我们相信神必成就他古时所定的 那么无论发生什么事 再艰难再痛苦 我们也可以放心地将自己 和所爱的全然交在神的手中 紧紧地跟随他 亲爱的 你相信吗 神必能够按照他的美意 使万事互相效力 使爱神的人得益处 不但在个人的生命中 甚至是在全地 都在神的主权之下 当新冠疫情突袭 使全地陷入一片混乱 当通货膨胀和大量的裁员 导致人心慌慌时 我们的心要稳住 要相信知道神在掌权 他必成就他古时所定的 Amen 让我们来学习今天的经文 从以赛亚所预言的 末世光景 来默想神是如何成就 他古时所定的美意 第一个段落是一到八节 赞美神成就他古时所定的 第一节 耶和华 你是我的神 我要尊崇你 我要称赞你的名 因为你以忠信诚实 行过奇妙的事 成就你古时所定的 第一节一开始 就是以赛亚对神的赞美 如果没有看上下文 感觉这也就是一般的赞美词 如同主日崇拜会唱的歌词 或者同声开口赞美 所会听到的祷告词 但是二十五章 并不是独立的章节 而是延续了上一章 在二十四章中 以赛亚因所看见的意象激动万分 内心赞叹不已 就在他正发欲言的当中 突然停顿下来 脱口而出 开口赞美神 那么到底以赛亚看到了什么 以至于他心中满意出 对神如此的赞美呢 您对昨天的经文 还有印象吗 让我们一起先来回顾一下 二十四章的意象 以赛亚看见神在全地的审判 神使地空虚变为荒凉 又翻转大地 将居民分散 神的审判范围 不再局限于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 而是涉及所有人 无论贫富贵贱都难逃此节 为什么那么严重呢 因为地被骑上的居民污秽 因为他们犯了律法 废了律例 背了永约 所以地被咒诅吞灭 一切喜乐变为昏暗 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 但故事没有停在那里 接着以赛亚看见地上万民中 必有余圣之名 他们经历了审判中耶和华的作为 看见耶和华彰显他的威严 所以他们高声欢呼 从海那里扬起生蓝 在东方荣耀耶和华 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名 而且听见从地级有人歌唱说 荣耀归于一人 哇 全地经历了审判 生还者居然还从各处扬声赞美神 以赛亚继续说 那日耶和华在高处 必惩罚高处的众军 在地上 必惩罚地上的猎亡 无论是空中执政掌权的黑暗势力 或是地上列国的军臣 都难逃神公义的审判 那日万军至耶和华 必在西安山 在耶路撒冷作王 读到这里 我想我们应该能够略略地 体会以赛亚的心情 内心同样满意出对神的敬拜 说耶和华 你是我的神 我要尊崇你 我要称赞你的名 因为你以忠信诚实 行过奇妙的事 成就你古时所定的 英文版本如此翻译 You have done wonderful things You concerns of old are faithfulness and truth 神行了奇妙的事 神从古时所定的计划 是信实的 是真实的 是正直的 亲爱的 你是否看见 以赛亚所看见的 在这一切将要发生的 审判和恢复中 我们是否看见 这是我们神 从古时所定下的旨意 我们要像以赛亚一样说 我的神亲自策划 我的神亲自成就 我的神亲自带来彻底的翻转 Hallelujah 接着以赛亚 从五个方面来继续描述 神成就他古时所定的 第一方面 审判罪恶之城 第二节 你使城变为乱堆 使坚固城变为荒场 使外邦人宫殿的城 不再为城 永远不再建造 回看历史 确实如先知所预言的 亚述帝国的尼尼威城 沦陷了 之后兴起的巴比伦城 也荒凉了 其实不仅如此 此预言更是指向末世 将在全地兴起的巴比伦 那将是一个邪恶之城 是一个普世宗教 和经济体系的结合 引进人类历史中 邪恶的巅峰 这就是新约时代的 使徒约翰 在异象中所看见的末世 大淫妇巴比伦 坐在众水之上 是侠馆地上 君王和众民的大成 在他额上 有名写着说 奥秘哉大巴比伦 做世上的淫妇 和一切可赠之物的母 到那时 神要把那杯盛满自己 烈怒的酒杯递给他 彻底的毁灭 大淫妇巴比伦 启示录十八章 描述了巴比伦 大成的情导 他夸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 结果在一天之内 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 就是死亡悲哀饥荒 那些素来 与他一起鬼混 一同奢华 因他发财的 无论是列国的君王 地上的客商 或是靠海为野的 都必为他哭涕哀号 因为他一时之间 成了荒城 巨大的财富 一时之间归于无有 导致经济彻底的瓦解 接着 启示录十九章 就是一连串的赞美和欢庆 与这里 以赛亚的赞美一样 将荣耀归给神 因为神审判了 大淫妇巴比伦 启示录十九章一节 此后 我听见 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 哈利路亚 救恩荣耀全能 都属于我们的神 第二节 他的判断是真实的 是公义的 因他判断了 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 并且向淫妇 讨留仆人血的债 给他们申冤 第三节 又说 哈利路亚 烧淫妇的烟往上茂 直到永永远远 第四节 那二十四位长老 与四活物就匍匐敬拜 做宝座的神 说 阿们 哈利路亚 第五节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众仆人 凡敬畏他的 无论大小 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第六节 我听见 好像群众的声音 众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 说 哈利路亚 因为主 我们的神 全能者 做王了 第七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 婚娶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 预备好了 第八节 就蒙恩 得穿光明 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 就是圣徒 所行的义 阿们 亲爱的 我们也问问自己 当那日来到 我们亲眼看见 眼前的荒凉 如先知预言 所描述的 我们是否能 如此赞美神呢 我们是否能明白 这是出于神 有神的美意 在其中呢 又或是 看见城 变为乱堆 坚固城 变为荒场 因造成 自己个人生活的不便 而埋怨神呢 因自己地上 一生的积蓄和努力 完全归零 觉得被冒犯了呢 亲爱的 可别忘了 神早已警戒我们 地上的财富 将转眼成空 唯有积蓄 在天上的财宝 存到永远 第二方面 保护百姓 抵挡恶人 看见的人 必荣耀神 敬畏神 第三到第五节 末世中 邪恶满盈 强暴人 催逼人的威胁 如同暴风直吹墙壁 发出令人汗毛竖起的恐吓声 但却不能伤到神的百姓 因为神 做贫穷人的保障 做困乏人 急难中的保障 做躲暴风之处 恶人 再强大的邪恶势力 也必无法伤害神的子民 哈利路亚 到那时候 人也必看见神 如何地保护自己的百姓 如何地抵挡恶人的计谋 因此 刚强的民 必荣耀你 指的就是 强信靠主的人 看见主的作为彰显 而将荣耀归给神 以及在这期间 看见主的作为 而愿意认罪悔改 转向主 甘心乐意地降服于主的人 此外 强暴之国的城 必敬畏你 制止那些恶人 同样看见神的作为 而敬畏神 虽不愿意悔改归向主 但也不得不向神下拜 因为那日 万妻要跪拜 万口要承认 即便不愿意降服 也必须降服 第三方面 为万民摆设言习 第六节 在这山上 就是指耶路撒冷 弥赛亚 做王掌权的地方 万君至耶和华 必为万民 用肥肝设摆言习 用陈酒和满随的肥肝 并成亲的陈酒 设摆言习 那时 万国万邦 无论是外邦人 或是犹太人 都能够来到神的圣山 享用神所预备的 丰盛言习 那里有无止境的供应 使人的灵魂的苏醒 得到满足的喜乐 真正的享受 以及身心灵的饱足 因为那里 有神与人之间 毫无间隔的相会 毫无遮掩的团契 以及完全敞开的相交 真的好期待 好期盼 能够来到神摆设 延习的那一天 第四方面 除掉遮盖万民的帕子 第七节 他又避在这山上 除灭遮盖万民之物 和遮蔽万国 蒙脸的帕子 这里有两种解释 一 有学者认为 这是指遮盖死尸的果尸布 意思是 神除去了因死亡 而带来的忧伤和耶稣 我个人比较偏向 另一个解释 是指 除掉遮盖人眼目的 属灵帕子 就是那导致人 属灵眼睛黑暗 因为被帕子遮蔽 而看不清楚 到那日 神要除灭遮盖万民 以及遮蔽万国的帕子 从此 所有的人 就能看见了 不再被蒙蔽 每个人都能清楚地 看见神的作为 看见神的荣美 并且看见 一切受造之物的美好 看见每一个人身上 那属神的形象 亲爱的 今天 当智慧和启示的灵 开启我们的眼目 我们渐渐地 越看越清楚 但是到了那日 神要除去遮盖万民 和万国的帕子 带下的是全然的开启 那是何等的开启和看见 不再蒙上一层帕子 不再模糊不清 哈利路亚 第五方面 吞灭死亡 擦去眼泪 除掉羞辱 第八节 他已经吞灭死亡 直到永远 祝耶和华 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 又除掉普天下百姓的羞辱 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知道吗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讲解复活的真理是 引用了以赛亚书预言 他说 这必毁坏的 既变成不毁坏的 这必死的 既变成不死的 那时经上所记 死被得胜吞灭的话 就印验了 死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 死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神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哈利路亚 基督要毁灭一切的仇敌 而近末了 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 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二十章记载 清洗年之后 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那是 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要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 他就被扔在火壶里 之后就是存到永永远远的新天地了 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哪 神的账目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第四节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好哭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知道吗 我们的神那么的在乎我们 体恤我们的悲痛 理解我们情绪上的创伤 神要亲自擦去我们每个人脸上的眼泪 安慰我们 就像一个慈悲的父亲 当看见孩子遍体鳞伤的时候 父亲心痛不已 他一边把孩子搂在怀里 一边用手轻轻地擦去孩子脸上的眼泪 一边温柔地说 孩子 别怕 有爸爸在 你所经历的阿爸天父都明了 亲爱的 我们这一生的心酸 百姓经历大灾难的不容易 神 全都明了 他要亲自安慰我们 而且神还要除去我们所有的羞辱 从仇敌而来的羞辱 从罪恶而来的羞辱 或是从世界而来的羞辱 神通通都要涂抹 哈利路亚 第二段落 九到十二节 回应了神成就他古时所定的 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应 回应一 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第九节 到那日 人必说 看哪 这是我们的神 我们速来等候他 他必拯救我们 这是耶和华 我们速来等候他 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即便等候当中 可能会被人击笑 但我们相信 我们知道神必按照 所应许的为我们而来 他必列天而降 来拯救我们 等候耶和华的 必不至羞愧 回应二 拒绝神的救恩 而完全败落 十到十二节 耶和华的手 必按在这山上 摩甲人在所居之地 必被践踏 之前 神透过以赛亚 呼唤摩甲 转向犹大王 将羔羊送来西安山的城 来祈求神的遮蔽和帮助 而且还告诉他们 必有宝座因慈爱监力 在大魏帐墓中施行审判 无奈 他们极其的骄傲 不肯屈服 因为他们拒绝了神的救恩 才落得了如此凄惨的下场 好像甘草被践踏的 粪池的水中 又脏又臭 他们想要逃脱 在粪池中伸开手 好像覆水的伸开手覆水一样 用尽自己的办法 努力挣扎 想要离开神的审判 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 和他手中所行的轨迹 一并败落 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 倾倒 拆平 直到尘埃 他们越是高台自己 跌得就越厉害 真是可惜啊 他们用错了方法 若愿意转向神 他们其实也可以得着这救恩之乐 因为神已为万国万民开了出路 预备了丰盛的言习 亲爱的 以赛亚当时所看见的 您是否也看见了 当我们看见神的全盘计划 就会心生敬畏 开口尊崇我们的主 人若只是看见罪恶会沮丧 若只定今审判 会害怕 但如果我们能够看见 先知以赛亚所看见的 同样也会像以赛亚一样 心里产生对神的敬畏而赞美神 不会被眼前的罪恶和败坏 模糊了视野 也不会被将来来临的大灾难恐吓到 因为我们知道 神必成就他古时所定的 他必翻转全地 审判中有恩典 审判后有医治和修复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感谢你成就你古时所定的 原来你古时所定的是如此的美好 你要审判罪恶之城 在罪恶猖狂的时候 你要保护你的百姓 抵挡恶人 看见的人必荣耀你 敬畏你 你要为万民摆设言行 你要除掉那遮盖万民的帕子 你要吞灭死亡 擦去眼泪 除掉羞辱 哈利路亚 主啊 你古时所定的是何其的美好 主我们也要来等候你 我们相信 我们必因你的救恩而欢喜快乐 我们就如同以赛亚一样说 耶和华 你是我的神 我要尊崇你 我要称赞你的名 因为你以忠信诚实 行过奇妙的事 成就你古时所定的 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 那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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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